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为您播出的有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1321集 只见远处一人迅速地在屋顶和墙上跳跃着 朝着西南方向迅速逃去 而那个身影背后还跟着两个黑影 正是悬一门负责放哨的人 金卫和水卫看到眼前这一幕顿时有些惊诧 互相看了一眼 随后金卫大声着朝着两个黑影急声喊道 别追了 回来 可是可能是因为隔的距离太过远的原因 那两个黑影似乎压根没听到他的话 仍然是继续朝着前面那人追去 在那人从房顶跳下去之后 那两个黑影也立马跟着跳下去 不好 这俩蠢财 水卫的面色瞬间一变 他意识到了不好 知道这俩人是中了调捕离山之计 接着身子一躬 做事要朝那俩人追过去 但是金卫突然一把抓住他肩头 冷声喝道 你也想有去无回吗 水卫文言狠狠地咬了咬牙 接着冷眼扫着一下死周沉声说道 你说得对 何家荣果然今天就找来了 太好了 省得我们继续等了 金卫甜甜嘴唇 第一声说道 虽然他们中有两个人被引走 极有可能有去无回 但是剩下的人对付何家荣等人也是绰绰有余的 这个时候 东北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异动 金卫水位神色一变 急忙转身攀到房顶之上 顺着房顶朝东北方向望去 只见 那个方向和西南方向的情形是一样的 近百米外 也有一个人影在墙屋顶灵活地跳跃 接着 两个放哨的黑影儿便往外围追去了 回来 都给我回来 金卫急忙加大了气息急声大喊 好在这次 这两个黑衣人听到了他的喊声 身子一顿转头往这边看了一眼 接着转身朝这边跑回来 但就在他们转身的刹那 他们身后突然跳出两个黑影 手中皆是拿着明晃晃的匕首对着他们后背狠狠扎来 好在这俩黑衣人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 听到了后面的动静之后 立马转身用手里的短剑格挡住了 看看挡住了这两下攻击 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脚下防顶之上突然伸出两只手 一手击碎瓦片伸了出来 而且这两只手中各握一把匕首精准地在他们两人脚巾上一搁 两个人同时惨呼一声 身子不由打了个裂线往旁边摔去 而且刚才袭击他们的两个人影 立马趁机乱刀将他们刺死 远处的金卫和水卫看到这一幕 面色阴寒恨得牙根痒痒 心痛不已 这一眨眼的功夫 他们已经陨落了四人 他妈的 这个何家荣果然是诡计多端 金卫怒骂一声 冲着院子中手下怒声喝道 给我把放哨的都叫回来 把屋里补教的给我叫起来 敌人已经攻过来了 做好营战准备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个时候 容环听到外边的动静 也急急忙忙跑出来 声音中带着一丝惊慌 跟在他身后的是上官城 上官城手里面拿着一件披风 他急忙上来替容环披好 他是专门跟水卫进京来 伺候容环的 金卫水卫健壮 赶紧跳了下去 金卫冲容环 安慰说道 没事 副掌门 您进屋歇着吧 我们来应付就行 是何家荣 何家荣来了是吧 容环神情 颇有一些惊恐地说道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躲在这儿 他也能找到 他本来以为躲在这种地方 凌羽是不可能找到他的 起码不可能这么快找到他 所以 此时见凌羽的人攻上来 他心头又惊又恐 殊不知 其实是他最信任的那位 放出了消息 副掌门放心 副掌门放心 你们两人就算战死 也一定会保护您的安危 金卫和水卫两人身子一攻 陈生说道 放屁 容环眼睛扫着屋顶 惊慌地说道 你们他妈的都战死了 还有谁来保护我 金卫和水卫顿时无言以对 面面相去 副掌门 您还是先回屋里吧 金卫急忙说道 外面不安全 我们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容环咬了咬牙 镇定几分 冲金卫和水卫说道 金卫 水卫 你们要是能杀了何家荣 回去之后 我一定亲自替你们跟老掌门请功 你们要什么就赏什么 金卫和水卫文言面色一喜 急忙说道 多谢副掌门 我们拼死也要斩杀何家荣 容环点点头 赶紧跟上官城躲在屋里 容环略以沉思冲上官城说道 拿好车钥匙 钥匙发现有什么不对 我们抓紧跑 虽然他们人多 但是他们知道 这个何家荣不是一般人 这次何家荣要亲自来的话 那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了 好 上官城急忙点头答应 紧接着他掏出刀子 在屋内的墙后 胡乱地抠挖起来 显然是为了逃跑做准备 金卫和水卫两人 翻到屋顶之上之后 他们手下的人 已经全部聚集到了院子中 其中一般人已经跃上了屋顶和墙头 冷冷地扫尸着四周 虽然他们中有四个同伴已经被淋雨引走绞杀 但是加上他们两个人在场的悬疑高手 仍旧有十多人 金卫环视着眼下四周 见周围寂静一片月光洒落在砖瓦之上 宛如铺了一层白霜一般 刚才的那些个人影已经不知所踪 不由冷声一笑浪声说道 何家荣 出来吧 我知道你已经来了 他这话喊完之后 周围仍旧是寂静一片 没有任何的人影 金卫痴笑一声 怎么 你想做个缩头乌龟吗 告诉你 你不用再想什么阴谋诡计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聚集在了这里 而这屋子下面住的就是我们的副长们 你要想对我们副长们不利 只有一个法子 那就是先把我们一个个杀光 好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爽朗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我就把你们一个一个都杀光了 话音一落 只见对面一处高屋的屋脊之上 不知何时站了一个略显单薄的人影 手中物资一把长剑 长剑点地双手按在剑柄之上 在月光照应之下 竟然显得有些气欲轩昂 金卫看到这个人影顿时眯了眯眼睛 他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 高声问道 小鸡崽子 你就是何家荣吗 他觉得这个形容词很是贴切 这何家荣确实瘦得跟个鸡崽子一样 水位也是面色微微一沉 同时眯着眼睛望向远处的人影 而周围的一众黑衣人 在看到这个人影之后 瞬间紧紧地握住手中短剑 身上肌肉紧绷 显得有些紧张 毕竟人的名数得影儿 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这位何家荣 但是却听到过 也都知道过这位何家荣身手极其恐怖 他们好几个悬疑门的同门都折在这人手下 否则他们也不用这么多人赶来到上京保护自己的副掌门了 不错 是你爷爷我 林语懒懒地冲金卫回答 既然金卫侮辱他 他当然也毫不客气地回击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